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食物中的子类主要由甘油三脂构成 甘油三脂即是一分子的甘油和三分子的脂肪酸所组成 而类子主要包括磷脂和固醇类 约占全身子类总量的5% 是细胞膜 组织器官 尤其是神经组织的重要组成成分 磷脂主要有磷酸甘油脂和神经壳脂 在脑 神经组织和肝脏中含量丰富 固醇类主要有胆固醇和植物固醇 动物的肝脏 蛋黄等食物中富含胆固醇 而植物固醇主要来自于植物的油 种植物 种植坚果等食物 脂类的主要生理功能有以下几种 首先 脂类是储能和氧化功能的物质 脂肪组织可以储备脂肪 预占体重的10%到20% 而1克的脂肪可以提供9000卡的能量 其次 脂肪可以构成生物膜 钢油磷脂是生物膜双层的基本骨架 而翘脂是生物膜的重要成分 低酸子类可以参与机体的代谢 花生四细酸是前列腺 血酸素及白山系 等生物活性物质的前提 而磷子线基层可以产生酸磷酸基层 和钢油二子可以作为第二性质作用 脂肪还可以保护内脏和维持机体体温 脂肪组织在体内对内脏器官 有支撑和称电的作用 而皮下脂肪可以起到隔热保温的作用 脂肪还可以转变为生理活性物质 比如生酸腺素 性激素 还是维生素D的前提等 脂肪组织现在是一个内分泌器官 它可以分泌脂肪细胞因子 炎症因子以及细胞因子等 参与机体的代谢活动 脂肪酸有不同的分离方式 如果根据碳链的长短来分 脂肪酸有短链的中链和长链 而膳食中的脂肪主要是以18炭为主的 长链脂肪酸构成 如果根据饱和程度来分 脂肪酸可以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 而不饱和脂肪酸又分为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多不饱和脂肪酸在膳食中最主要的是亚油酸和二化亚麻酸 而单不饱和脂肪酸在膳食中最常见的是油酸 如果根据空间结构来分的话 脂肪酸可以分为顺势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但在自然的状态下 大部分的脂肪酸都是顺势的 只有少部分才是反式脂肪酸 这是膳食中常见的饱和与不饱和脂肪酸 有一种脂肪酸是机体必须的 但是我们自身不能够合成 必须从膳食中获取 这种脂肪酸叫做必须脂肪酸 机体所需要的必须脂肪酸有两种 有亚油酸和二化亚麻酸 而花生四细酸是一半必须脂肪酸 必须脂肪酸可以构成磷脂膜 而且是前列腺素合成的前提 必须脂肪酸也参与胆固醇的代谢 在低密度脂肪酸和高密度脂肪酸中 胆固醇与亚油酸结合 形成亚油酸胆固醇 被转印和代谢 而高密度脂肪酸将胆固醇带到肝脏进行分解 EPA和DHA也被认为是有降血脂的作用 必须脂肪酸的受容量 每天应不少于总能量的3% Omega-6都不饱和脂肪酸 主要有亚油酸和花生四细酸 这些都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来自于植物 它具有调节血脂参与磷脂组成 并具有促进生长发育和韧生的作用 而Omega-3都不饱和脂肪酸 主要有二化亚麻酸 是EPA和DHA的来源 植物油 鱼油 是Omega-3系列都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 其中DHA维持势力正常 促进胎儿的大脑发育 而EPA可以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脂 降低血液粘度 预防动脉作样硬化 类脂的功能是提供能量 组成细胞膜的脂质双成 帮助脂肪和脂溶性物质顺利通过细胞膜 类脂也可以作为乳化剂 使体液中的脂肪悬浮 有利于吸收、转运和代谢 类脂还可以改善心血管功能 改善脂肪的吸收和利用 防止胆固醇在血管壁的沉积 降低血液粘度 促进血液循环 类脂还可以改善神经系统功能 食物消耗后释放胆碱 合成神经地质以先胆碱 以促进和改善大脑的功能 血脂是指血浆中所含的脂类的种称 主要包括肝油酸脂、磷脂、胆固醇及其脂 油理脂肪酸等 血脂主要由肠道中食物的消化吸收 肝脏、脂肪细胞和其他组织合成后的释放 以及存储脂肪的动员释放等 而脂肪主要进入脂肪组织储存 并经过氧化功能 以及构成生物膜 或者转变于其他物质 脂肪的消化 脂肪还有脂溶性物质 如磷脂、胆固醇、胆固醇脂、脂溶性维生素等 婴儿口腔内的舌脂酶 可以分解奶中短链和中间脂肪酸 而胃内的脂肪酶 也可以对短链和中间脂肪酸进行初步的消化 但脂肪的主要消化场所是小肠 当10米进入12脂肠 胃肠道释放胆囊收缩素 胆囊收缩素刺激乙液和胆质的合成和释放 使肠内容的PH值升高 创造力于脂肪酶发挥效应的PH环境 而胆质乳化脂肪 使甘油酸脂与酶的结束面积增大 有利于胰脂肪酶和肠脂肪酶 对于甘油酸脂的水解 甘油酸脂的水解速度 与其链的长短和不饱和程度有关 短链和不饱和脂肪件含量多的脂肪酸消化更快 脂肪水解后的小分子 如甘油、短链和中链脂肪酸 很容易被小肠吸收进入血液 甘油抑制和长链脂肪酸被吸收后 先在小肠合成甘油酸脂 并和磷脂、胆固醇和蛋白质 形成乳命威力 由淋巴进入血液 血中的乳命威力 是颗粒最大运度最低的脂蛋白 是食物脂肪的主要运输形式 由于脂肪不容易或微溶于水 外原性或内原性的脂肪 必须形成溶解度较大的脂蛋白复合体 才能在血液循环中转运 肝脏将来自食物的脂肪 内原性脂肪及蛋白质 合成极低密度脂蛋白 通过血流供应机体的其他组织 以满足机体对甘油酸脂的需要 随着甘油酸脂的减少 同时胆固醇在血液中不断的累积 极低密度脂蛋白 最后形成肝油酸脂含量少 而胆固醇含量高的低密度脂蛋白 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 一方面满足机体对各种脂类的需要 一方面也可被细胞中的 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结合进入细胞 调节血液的胆固醇水平 体内还可以合成高密度脂蛋白 将体内的胆固醇 磷脂运回肝脏进行代谢 这是主要的血浆脂蛋白复合体 磷脂的消化与甘油酸脂相似 其消化产物油理脂肪酸和溶血磷脂 参入肠道威力 通过于甘油酸脂随接产物相同的过程被吸收 胆固醇是合成胆酸的原料 也可以被直接吸收 脂肪的转运 脂溶性物质要在水项如血液或淋巴中转运 需要形成水溶性威力 这就需要载脂蛋白 载脂蛋白也可以作为表面标志被特意的受体识别 所以威力的分解也取决于载脂蛋白 载脂蛋白密度的不同 颗粒的体积也不一样 具体见下表 这是主要的载脂蛋白 脂肪的营养价值 膳食脂肪的营养价值可以从脂肪消化率 必须脂肪酸含量 各种脂肪酸的比例 脂溶性维生素的含量等方面进行评价 第一脂肪的消化率 膳食脂肪的消化率与溶点有关 溶点低于体温的脂肪 消化率高达97%以上 而高于体温的脂肪 消化率约为90% 当溶点高于50度时 脂肪较难以消化 而这里脂肪多建于动物性脂肪 动物性脂肪主要由饱和脂肪酸组成的 含不饱和脂肪酸和短链的脂肪酸越多的脂肪 其溶点越低越容易消化 这种脂肪主要建于植物性脂肪 第二 必须脂肪酸的含量 一般植物油中 亚油酸和二氦亚麻酸的含量高于动物脂肪 其营养价值优于动物脂肪 但是椰子油 棕榈油等除外 第三 各种脂肪酸的比例 机体对饱和脂肪酸 单不饱和脂肪酸 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需要 不仅需要一定的数量 还应该有一定的比例 现有的研究表明 酸者的比例为1比1比1 较好 而日本学者建议为3比4比3 所以目前对着三种脂肪的比例 还没有定论 第四 脂溶性维生素的含量 脂溶性维生素含量高的脂肪 其营养价值也高 植物油中富含维生素E 特别是骨内种子的配油 动物脂肪几乎不含维生素 但是动物的器官脂肪 富含维生素A和D 某些海产的鱼干油 还有很高的维生素A和D 子类的需要量和食物来源 上世纪80年代 中国膳食脂肪的摄入量 为48克 越占总能量的18% 而这个数据在2002年 分别达到了76克和30% 目前我国营养学会推荐的 顺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 对脂肪的功能比推荐为20%到30% 脂肪功能的推荐量是10亿摄入量 因为脂肪摄入导致的有害效应是累积的 目前没有预值 所以没有上限 但每日的Omega-3多巴化脂肪酸的含量 应达到总能量的0.7% 虽然目前Omega-3和Omega-6脂肪酸的 最佳摄入量还没有确定 但现有的研究推荐 Omega-6与Omega-3的比率 约为4到6比1 目前我国的膳食中 这两种脂肪酸的比例大约为10比1 为了提高Omega-3的摄入 推荐摄入海鱼 绿色蔬菜 以及二华亚麻酸等 好 本节的内容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